视线陡然拔高 暖暖 奶声奶气地压了一声 后之后发现 很多人都在看自己 他抱着保温盒 小脸红扑扑地害羞了下下 卷卷翘翘的浓密眼睫毛眨呀眨 紧接着飞快地将脑袋埋在爸爸肩膀上了 顾林默只听见某个小家伙 奶唧唧的声音从肩膀出传来 爸爸 爸爸快走呀 顾林默嘴角上扬 大肠腿一块 轻轻松松地带着娃离开了 顾安 你们等等我呀 等他们离开之后 走廊上的学生们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刚才那是谁的妹妹吧 好乖呀 抱着保温盒走路跟小企鹅一样 看他抱着的保温盒是给谁送晚餐的 谁呀 这也太幸福了点吧 为什么我家就只有一个经常和我作对的臭弟弟 南城贵族学校有人送饭并不奇怪 一些脾气娇气的少爷小姐 不喜欢吃食堂的饭菜就会直接让家里送来 不过大多数都是保姆送的 倒是很少看见亲人来送饭的 还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家伙 这也太幸福了 顾明里他们这边刚收拾好没多久 宿舍的门铃就响起来了 顾明里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 快步走过去开门 四哥哥 软糯糯奶甜奶甜的小声音一响起来 简直蒙四个人还没见到人 光是听见喊着四哥哥的声音 寝室里的另外三个人都能想象这是一个多奶蒙的小可爱 唐乐和吴旷几乎是争先恐后的往门口钻 但是他们看见了顾林墨 顿时变得更老实了起来 四哥哥 这个是暖暖和妈妈包的饺子 还是热的你快吃呀 站在门口的暖暖小朋友笑得又甜又软的 漂亮的眼睛弯成了水润润的小月牙 细白的小手抱着保温盒举高送到顾明里面前 软糯糯的小奶因仿佛在撒娇一般 顾明里结果保温盒嘴角上扬 整个人肉眼可见的高兴了起来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暖暖闽唇笑起来 眼颊两边露出两个可爱好看的小梨窝 头发软软的 瞧着像是一只等待被摸头的毛茸茸小宠物 顾明里也的确没忍住 伸手在暖暖毛茸茸的小脑袋上摸了两下 不过这次的戾气比第一次见面时候 差点将人薅翻比起来可轻柔多了 暖暖自己也跟小闹猫似的 偏着小脑袋在顾明里的手心蹭了蹭 软乎乎的可乖了 顾安 不知道为什么就心里不得劲 妹妹都没让他这么摸过脑袋 还没这么蹭过他 他明明才是亲哥哥 大伯你也来了 心满意足的顾明里鱼光瞧了眼 某只快气成河豚的小家伙 也不知道发的哪门子疯 让暖暖自己来我不放心 顾林默现在已经完完全全的变成女儿空了 叔叔好 另外三个少年人走过来 礼貌又乖巧的打招呼 对顾林默这样的人 即便看着儒雅也给他们带来一种压迫感 反正在他面前装孙子就行了 没看见明哥都这么乖了吗 暖暖好奇的看着四哥哥身后的三个大男孩 而那三个人也终于瞧见了顾明里这两天嘴里一直不停念叨的妹妹 还真是一看就特别乖软特别可爱 而且真的精致漂亮的 很像BJD娃娃似的呀 就这么一个真人版娃娃 他们都眼馋了 几人不由羡慕地看着顾明里 他们之前还以为顾明里只是媚控瞎吹的来着 没想到 唐乐露出一口健康的大白牙 笑得很阳光 对着暖暖就叫了一句妹妹 顾明里一个手肘给他对过去 叫谁妹妹呢 唐乐 也不至于这么小气吧 陆行直礼貌地做了个请的动作叔叔 你们先进来做吧 总站在门口也不是事 顾明里摸头我就不进去了 助理那边打电话 有一点事情需要处理 我到学校外等着 吃完了 把暖暖和顾安送过来 最后那句话是对着顾明里说的 顾明里知道自己在这里的话 这些小孩有些不自在 索性就不打扰他们了 顾明里点头保证放心吧大伯 暖暖拉着爸爸的手指偷着小脸儿 乃生乃气的爸爸 暖暖很快就去找你 顾林默神色柔和地揉了揉他的头发好 眼巴巴地目送着爸爸离开 暖暖那不舍的小眼神差点就把顾林默给留下了 最后还是顾明里一把将人捞起来往宿舍跑才算完 暖暖小朋友乖乖地被四哥哥抱起来半点没挣扎 被放到海蓝色床上的时候小呆毛抖了抖 整个人懵懵懂懂的看起来有点小呆 可可爱爱的样子简直让人稀罕的不行 哦原来妹妹真的这么可爱啊 唐乐熬了一嗓子就扑过去想要抱暖暖 滚不要靠近他 两道愤怒的声音传来 接着他就被拽住了衣领子 在距离暖暖还有不到两厘米的距离 不得寸进 而软萌软萌的暖暖小朋友被顾安抱住 眼神气愤地盯着唐乐 这是我的妹妹 你不准抱 唐乐 我和明哥可是铁哥嘛 他的妹妹那肯定就是我的妹妹啊 我妹妹这么可爱 怎么就不能抱一下了 顾明里气地瞪他 谁是你妹妹 自己多重心里没点数 暖暖这么小这么软的一只 万一压着了怎么办 暖暖眨巴眼睛 想说自己没有那么脆弱的 唐乐兹挖乱叫 哥你也太看不起我了 我是那么莽撞的人吗 就抱抱 肯定不会压着咱妹妹的 是不是啊暖暖妹妹 一边说着 他还一边朝暖暖做鬼脸 噗哧 暖暖没忍住笑出了声 眉眼弯弯的 好看极了 只是很快 他又用小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眼眸却始终是弯着的 这笑容可至于 寝室里的几个大男生心都软了半截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乖软 可爱的小天使啊 暖暖我是你唐乐哥哥 你叫一下我听听 唐乐厚着脸皮 抱着被顾名里揍的风险 凑到暖暖面前 让他叫哥哥 之前他可听见了 小家伙叫顾名里四哥哥的时候 声音那叫一个软糯奶气 真是好听极了 他要是有一个声音这么好听的妹妹 他能把妹妹的声音设置成手机铃声 暖暖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弯弯的笑着 软呼呼又乖巧的叫了一声 唐乐哥哥 唐乐夸张地捂着自己的心满足了 吴邝也在顾名里愤怒的眼神下 眼巴巴地凑过来 我是你吴邝哥哥 暖暖也不厚此薄笔 奶诺诺地喊了一声吴邝哥哥好 吴邝激动得手舞足蹈的妹妹 你喜欢什么东西我马上给你买 听暖暖奶声奶气地喊一句哥哥 真的有种想要将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都捧到他面前的冲动啊 暖暖喊完两个人之后 将视线放到了最后的陆行指身上 陆行指嘴角上扬 镜片上倒映着暖暖乖巧看着他的样子 我叫陆行指 暖暖呆呆地嗷了一声 随即奶唧唧地道路哥哥好 陆行指表现得一直都比较淡定 只是猝不及防的 就伸手在小家伙脑袋上揉了一下 镜片后的眉眼都跟着柔和了起来 顾名里 唐乐宇无况 谁也没想到他会忽然动手了 唐乐哇哇乱叫着也想要摸暖暖毛茸茸的小脑袋 可惜被臭着脸的顾名里给一脚踢开了 他凶横的眼刀子刷的一下朝陆行指甩过去 大意了 陆行指微微挑了挑眉 揉了下某小只的脑袋就淡定的退开了 顾名里觉得自己有必要找时间和好兄弟相互切磋一下了 哥哥饺子暖暖眼巴巴的看着保温盒饺子放久了就不好吃了 顾名里揉揉他的小脑袋瓜知道了 哇好香啊 将保温盒打开一股香喷喷的水饺味道顿时飘了出来 唐乐和吴矿眼馋得不得了 吴矿这个吃货顿时厚着脸皮凑过去搁这么多你也吃不完 允我一点呗 顾名里一脚给他们踹过去滚 转头就跟变脸似的 对暖暖说话声音都柔和了好几个度 嘴角还是上翘的 双标的简直不要太明显 暖暖吃了没有 要不要和四哥哥一起吃 暖暖摇头 小呆毛跟着摇摆几下 他摸摸自己的小奶肚软乎乎的道 暖暖和小哥哥都是吃了才给四哥哥送过来的 顾名里眼神顺着他细软的小手盯着他的小肚子伸出修长的手指戳了戳 暖暖赶紧捂住 小身子往边上撇了撇不戳小肚子 某位恶作剧得逞的哥哥看到他的反应哈哈笑了起来 张扬的少年总是鲜活无比 当然性格有些恶劣的他好像并不满足于只戳一下暖暖的小奶肚 修长的手指一转就精准无比的捏住了小家伙手感极佳的小软腮 他还捏了两下 忽然被掐住腮帮子的暖暖 眼睛水汪汪小嘴都嘟起来了 两只小手手抱住四哥哥的手腕稍微挣扎了下 挣扎不开cake 但是四哥哥控制着力道一点都不疼就是了暖暖也就挣扎了两下就放弃了仿佛接受命运了一般乖得不得了 倒是旁边的顾安给气得不行张牙舞爪的就朝顾安扑过去放开他 顾鸣里不屑冷哼 只用一只手就以绝对的五粒值将他给压制住了 顾安气成了河豚你等着 我回去就让爸爸给我抱武术班 等小爷我学成了回来第一个就揍你 顾鸣里冷吃 语气狂妄得不得了 就你 我等你几十年 永远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顾安 可恶 你小爷我等着 四果果 别捏着腮帮子的暖暖可怜兮兮又含糊不清地喊了一声四哥哥 声音软糯糯的跟糯米团子似的 好听极了 某人终于略显不舍地松开了手指乖 再来吃一个饺子 多长点肉 手指上触感依旧嫌弃他脸上没多少肉 这要什么时候才能长胖啊 他夹着一个晶莹剔透的胖饺子 喂到小姑娘嘴边 暖暖摸摸自己的小肚子 貌似还能塞下一个 暖暖稍微扭捏了那么一下下 小脸红扑扑的 水润润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看着四哥哥软绵绵的到那 只能吃一个咯 再多的暖暖吃不下了 声音又软又小 像是在撒娇一般 顾明里点头 那双总是看谁都略显不屑的野性毛子里 带着点点笑意 他其实就是想试试 亲自投喂这小家伙 是什么感觉 啊 暖暖张开小嘴巴 就这四哥哥的筷子 就小小的在胖饺子上咬下一个小巧的缺口 小腮帮子吃得一股一股的 吃东西的时候表情可认真 双眸精亮精亮的 像是一只正在往腮帮子里塞食物的花素鼠 还是奶鸡鸡的小花素鼠 在场的几个少年都被暖暖吃东西的样子给蒙得心肩颤抖 另外几个更是恨不得将顾明里给挤开自己也喂一下小暖暖 继续吃 顾明里自己都不吃了 就专心投喂某只奶鸡鸡的小动物 直到暖暖小口小口地吃完了整个饺子 他还想在喂的时候 小姑娘摇头拒绝 捂着小肚子打了一个小宝格 暖暖暖暖吃不下了 可怜巴巴的小奶鸡 谁也拒绝不了她的要求 顾明里只能遗憾地看了眼暖暖的小肚子明天来的时候 留着肚子和四哥哥一起吃 嗯?暖暖明天还要来啊? 顾安,不来? 顾明里,当然 两道不同的声音 兄弟两个对视一眼 顾明里,呵,蠢东西还敢和他叫板 顾安,脸大的家伙 一天天竟想没事 至于来不来这个问题 还是要看顾爸爸的 暖暖他自己就算想来也来不了呀 带来的饺子挺多的 最后顾明里虽然有些不愿意 但还是扣扣搜搜地分了一些给自己的几个兄弟 吴旷这个喜欢吃美食的 当然缠着顾明里多要了些 等他们吃完了 暖暖和顾安也该回去了 被四个少年送到了学校门口 暖暖牵着爸爸的手和他们告别 暖暖妹妹,下次再来啊 小家伙从车窗里露出个毛茸茸的小脑袋 水润润的眸子看着他们 嗯嗯,暖暖记住了 唐乐依依不舍妹妹记得要想唐乐哥哥 吴旷双手指着自己 还有我 陆行指虽然没说话 但是那盯着暖暖的眼神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意思 可惜某个才五岁的小团子 看不懂眼神 但是,他依旧跟小棉袄一样 贴心乖软得不得了 暖暖会想唐乐哥哥 吴旷哥哥 还有陆哥哥的 顾明里 他咬牙切齿我呢 暖暖弯着毛子笑了起来 那黑幽幽的瞳孔里 藏着星星一般璀璨的光芒 要也迷人极了 小家伙懦懦地叫了一声四哥哥 四哥哥 你过来一点点 暖暖有话和你说啊 顾明里顿时抛却了之前 心里的那一点小小的酸味 信不走了过去 怎么 你还有悄悄话 和我说不成 他走过去弯下腰 漂亮的小姑娘 就从车窗内将小脑袋伸出来 撅着小嘴巴唧 在他俊脸上 留下一个带着奶香味的亲亲 四哥哥再见 暖暖会想你的 顾明里待至了三秒钟 摸了摸被暖暖亲的地方 略显凌厉的凤眸内 瞬间神采飞扬 顾家的车 驶离南城贵族学院之后 小姑娘好像听到了身边 传来的声气一般的冷哼 暖暖 扭着小脑袋去看小哥哥 却见他抱着自己的胳膊 微微扬着下巴 将头偏向另一边 他听错了 哼 这次的声音更明显 顾安看了暖暖一眼 故意哼了一声又扭头 暖暖小眼神可茫然了哥哥 你怎么了呀 顾安 没事 暖暖盯着他眨了眨眼睛 软乎乎的嗷了一声 就没说话了 顾安 多问一句 你长胖一点了吗 哼 暖暖 小哥哥看着嗓子不怎么舒服的样子 我问你 你到底是谁的亲妹妹 妹妹瞧着不怎么聪明的样子 还是别指望他自己能想明白了 暖暖小手拉着他的手轻轻摇晃了下 奶懦懦的倒是哥哥你的妹妹啊 顾安那你对顾明里比我都好 暖暖认真的纠正那是四哥哥 是暖暖的四哥哥 也是小哥哥的四哥哥哦 哪有整天和自己弟弟作对的哥哥 可他就是我们的四哥哥吗 不信你问爸爸 顾安顿时噎住 不情不愿的 但是他很快反应过来 话题跑偏了 立刻就插腰一脸凶巴巴的样子 我刚才说的是这个问题吗 你是不是傻 以后在学校可是要靠小爷我保护你的 暖暖一脸无辜的看着他熬 哥哥好厉害 顾安 闹腾了半天 暖暖总算琢磨出一点情况了 他的小哥哥说话酸溜溜的好笑 哥哥你是不是吃醋了呀 暖暖一赶直球 打得顾安瞬间恼羞的小脸都红了 他超大声的反驳 怎么可能 哈 吃醋 那是什么东西 小爷我永远都不可能吃醋 前面开车的顾林默 看了眼车上的录音设备 心情很好的决定 将小儿子这一段豪情壮志的话 给保存下来 等以后打脸的时候再拿出来 声音小点 别吓着妹妹了 还有你跟谁小爷小爷的呢 顾爸爸声音阳嗖嗖 顾安嗖了嗖脖子 大丈夫能屈能伸 他不说 小爷就是了 总之 我是不可能吃醋的 暖暖乖乖点头问问 知道了 哥哥没有吃醋 顾安哼了一声不说话了 夜色中 黑色麦巴赫 开往顾家别墅 伴随着一阵犬吠 冷清的别墅又热闹了起来 顾明里的期待 最终还是没能实现的 因为第二天 顾妈妈带着小家伙去游乐场和水上乐园玩了一天 这一整天的暖暖 无疑是兴奋的 但是兴奋过后 小家伙就累得睡着了 连顾安放学都没醒来去接人 兴冲冲跑出学校大门 却只看见爸爸的顾安 在失落过后生气了 拉着一张俊俏的小脸 把书包甩到车上 一坐上车就生闷气 但是他就是什么话也不说 哼 谁稀罕你来接我一样 顾林默视线从平板上一开 瞧了眼表情各种变化 根本就不怎么会掩藏情绪的小儿子 无语片刻 你不问暖暖今天怎么没来接你 顾安哼得超大声 谁稀罕他来接我呀 我自己又不是不能回去 嘴上倔强 但是都这么生气了 你确定不在乎 算了 就让小儿子自个儿生气去吧 回到家里 顾安视线乱扫 可惜还是没能看见那小小的身影 他假装不在乎爷爷 今天那小丫头怎么没陪着你呀 顾爷爷瞪了他一眼什么小丫头 那是你妹妹 喝了口茶 他这才在顾安眼巴巴的视线中 不紧不慢地道 你妈妈今天陪着暖暖去游乐场 和水上乐园玩了 小丫头估计是第一次玩这玩过头了 等回来的时候 疲倦地在车上睡着了 现在还在睡觉呢 顾安文言 心里的那点小纠结 总算消了些 嘴里嘀嘀咕咕地上楼 妈妈怎么不等我 放假了 再出去玩 跑上楼后 顾安把自己的书包 一放 就又跑出去了 然后悄悄钻进了暖暖的房间 宽敞明亮布置 又很温馨的房间内 柔软的大床上 小小一只的暖暖睡姿 乖巧的侧身 抱着一只兔子玩偶 半张小脸 都埋在被子里 顾安之衣西能看见 枕头那里露出来的小半个毛茸茸的脑袋 蓬松的黑色小软发 和他人一样 乖巧地搭拉着 随着他绵长均匀的呼吸 被子盖着的小包包 也跟着均匀的上下起伏 顾安轻手轻脚地走过去 将兔子玩偶拿下来 暖暖睡着的样子 也完全暴露了出来 两只软绵绵的细软小手 搭在脑袋一侧 十根细软的手指微微蜷缩 看起来没有什么肉感 手指和手心甚至都有一些细微浅淡的伤口和茧子 此刻睡得小脸红扑扑的小家伙 和清醒的时候一样乖软 宛若一只无害的小动物 熟睡中的暖暖 闭上眼睛后 卷卷翘翘的眼睫毛 像是精致的小善 柔和的灯光下 小善在眼帘下方 落下一小片阴影 精致的五官 和一动不动安静的模样 更像是一个被精心雕琢过的娃娃了 真是不管怎么看都像是很好欺负的样子 但同时也让人很想要保护这个看起来易碎的小娃娃 固安将自己的手指放到暖暖微微蜷缩的手指中 挠了挠她的手心 指腹在触碰到妹妹手心的茧子和那些细小的伤口时 眼里浮现出了自己都不知道的心疼 妹妹丢失的时候她还小 她不记得自己那时候有没有伤心 小时候的记忆也总是容易丢失的 所以在没找到暖暖的三年时间里 时间或许冲淡了很多东西 她对这个妹妹的样子时很模糊的 似乎也没有多少亲切的感情了 但是现在看见妹妹小小的手上暴露出来的这些伤口 固安第一次恨死了当初参与绑架妹妹的任何人 嗯 哥哥 暖暖手指蜷缩缓缓握紧 也缓慢地抓住了固安的手指 暖暖眼睛微微睁开 泥泥乎乎间认出了站在窗前的人 在自己意识还没有清醒的时候 她就软浓奶糯地喊了一声哥哥 这一声哥哥叫得固安心里莫名有了一种责任感 她从来没有像此刻一般 将自己当成一个大人 想要将这个软乎乎的妹妹 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不想让她受到半点伤害